当您需要为您的Windows操作系统激活而寻找方法时,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又没有正版密钥。 然而,有一种被称为史上最简单的Windows系统激活方法,它只需要您执行几个简单的步骤,极可轻松地永久激活您的系统。 这种方法不仅快速而简单,而且还可以让您避免使用非法或未经授权的软件,从而保护您的计算机的安全和稳定性。 无论您是重新安装Windows还是需要更新您的现有激活状态,这种方法都是非常有用,值得一试的。 所以这个视频一定要收藏起来,以后也许会用到。 大家请看我的操作。 在桌面这里新建一个文本文档。 名字可以随便写。 我命名为永久系统激活。 后缀名也需要改一下。 把后缀名这里改为BFT。 点一下。 跳出这个对话框。 如果想改变文件拓展名,将导致文件不可用。 点试。 文件类型已经变掉了。 我们再点右键。 编辑它。 输入这段代码。 点击文件保存。 关闭。 点击它右键。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 密钥管理服务计算机名称成功地设置为。 点确定。 成功地激活的产品。 确定。 这个时候我们系统密钥就已经激活了。 是不是很简单? 每天分享实用教程。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, 请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。 感谢大家观看。 再见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